我今天試這輛是極黑最新到港的 右軚香港版本 Sica 009 這輛車我猜會顛覆了整個香港豪華MPV市場 這輛Sica 009其實上個月中 廠方在亞博館舉行了一個很大型的全球發佈會 宣佈這輛新一代的009登場 其實009大家都知道在2022年才推出市場 不過在2024年廠推出了新一代的版本 而且同時推出了一個右軚出口版 當日極黑智慧科技CEO安聰衛 舉行了1.5小時的演說 他說這輛第二代的009有54%的地方 是全新設計或是用新的部件 不過內地版跟海外版規格上是很不同的 內地版就應用了新一代800W的平台 以及新一代的麒輪5C電池 出口版就沿用了之前的400W平台 用了116度電 不過其實這輛車的數字上 我猜是在同級裏面是一個天花版 就是最頂級的 前後馬達輸出612匹馬力 693Nm扭力 這輛車的續航力可以去到582km WLTP 支援了DC205kW快速充電 極黑就說這輛009是內地50萬人民幣以上的 MPV銷量冠軍75%的顧客都是來自 包括Mibark、Alfred的用戶 還有Range Rover的用戶 當晚另一個全場起控位就是郭富城 郭富城原來跟我們一起出席了一個發佈會 作為全球009的首席VAT的車主之一 回想問問我們的天皇要先滿意嗎 謝謝 發佈會另一個我最印象的地方 就是廠方公開了一個前後追撞測試的影片 一輛009在時速60撞向一輛泥頭車的車尾 然後還有一輛1.8噸的Pick-up 在後面再撞到這輛Cicca009 結果非常令人震撼 就是A柱完全沒有塔 四道門都可以立即開開得到 其實這輛009在去年已經在香港做過預測了 不過第二代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整個鬼面罩 是用了跟車身顏色一樣的設計 這個設計其實是跟內地那部光輝版 即是四座豪華版是相同的 其實這輛車的體積都不小 它的長度5209mm 闊2024mm 高1812mm 軸距有3205mm 在香港有售的MPV之中 它不是最大 因為MIVA 9都長距約60多mm 以及高於這輛車的 140mm 不過MIVA 9比較窄 大家的軸距差不多 也是3.2米 那就不要說那麼多了 因為天氣真的很熱 立刻上車試試這輛車的乘坐感 這輛車給我另一個印象 就是上落很容易 因為它的地台真的很低 上落比起Alfred 、騰世D9、小鵬X9 我又是更加低 後座整個空間感 是超豪華 MPV 應有的空間 有很多細節位是跟其他車不同 例如門板有一個Touchscreen 控制 電窗的升降 天窗的隔陽鏈開合 另外這裡有一個電子時鐘 這個時鐘內藏了很多功能 你向上推一推 它便可以調校座位 再推便可以控制空調的溫度 風速 以及吹風口的角度 開門關門便可以在這裏控制 或者用這個機械的連接 另外兩張座位的外邊手枕 這裡可以移動下來 便有很多不同的製件 有一個是令重力的模式 一按下去座椅可以去到最舒適的躺餓模式 前邊的腳托亦都可以伸出來 中間座椅亦都有一個冷氣椅 另外還有按摩功能 中間有一張小小的插機 可以寫字 以及它分開兩段接合 這個角度便可以把手機放上去 手枕前面亦有一個儲物箱 裡面有一個60W USB-C 充電器 這個車另一個賣點就是有一個雪櫃 這個雪櫃可以冷凍和暖 冷凍可以去到負6度 熱可以去到50度 雪櫃基本上是內地電動MPV的標準裝備 天熱 像今天一樣 如果可以放些飲品 真是一流 上面有一個是17 吋的 OLED 屏幕 廠商說這個 OLED 屏幕 其實規格、規格、規格和規格 所有東西和 iPad Pro 是一樣的 這個車唯一美中不足 就是窗簾 中排的窗簾和後排的窗簾 即是旁邊的窗簾都是用手動控制 我覺得如果有電動會比較豪華 以這輛車的級數來說 剛才我坐過第三排 這輛車的第三排是意想不到地舒適的 這麼多款MPV來說 我覺得這輛車的第三排 整個位置很正常 如果是七座版坐三個人 我估計空間都是充裕 還有一條槽可以擺到手機 另外還有一個 USB-C 插頭 手枕杯架後面 亦有兩個按鈕可以調校到風口吹風的方向 好 可以開車了 這輛車和其他同級的汽油或豪華MPV 最不同就是它有空氣懸掛 即是所謂的 Air Suspension 以及一個 Adaptive Damping 所以它的舒適度 應該是會比起其他對手更加優勝 現在在Comfort Mode 我發覺這輛車都頗浮 有個感覺 雖然它是完全不椅子 可以隔路面的凹凸 那些崎嶇的路都可以隔得很好 但我覺得這輛車頗浮 我現在試試運動模式 看看感覺會不會好些 很明顯好些 即是一扔彎 整輛車是穩定了很多 我覺得它的乘坐感 跟我上個月去西班牙市那輛Poster 3很相似 不過這輛車是一輛大型的MPV 更加舒適 空間更加大 但整輛車的操控表現 很相似 兩輛車很穩定很舒服 而且這輛車都是相同的輛車 Pirari P0 電動車專用輛車 很安靜 完全沒有路燥 傳到上來 這輛2009 前面的玻璃和中間兩邊的玻璃 都是雙層的設計 這輛車暫時坐完後 有甚麼不喜歡 我覺得都沒甚麼大問題 不過如果我自己買 我會買七座位的版本 第一就是可以坐到七個人 第二就是七座版中間的通道 可以方便一點上來 六座版的享受會比較高 因為中間的座位構造比較豪華 以及將椅本身會比較大張 剛才做完老闆坐完這輛車 試試做司機的感覺 這輛車廠很強調 是一輛很有駕駛樂趣的豪華MPV 究竟是否真實呢 現在馬上去試試 首先我們用一個舒適的模式 螢幕是用兩個Snapdragon 8295 晶片 所以所有反應很快 它跟蓮花是一樣的 其實它的系統 例如你是現場的 你打燈 它出這個圖 也是顯示到車 在打燈 肩窗可以在這裡開 開多少都可以控制到 下面這行都是快捷件 這裡可以控制車 能量回收 很多東西 整個車的快捷控制 五個模式 舒適、經濟、運動、雪地、個人化 懸掛高度 也可以在這裡調校到 停車後 它的離離距是最低的 方便上落 自動泊車、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全部都有了 這輛車是用了最新的系統 我在這裡的 將司機位溫度調低 收到 溫度調到23.5度 我在聽 打開左邊燙門 不好意思 這個問題超出我的能力了 打開天窗 對不起 我還未掌握這項技能 這就是Yamaha 30 個喇叭系統 這輛車有個好處 它是用傳統的實體波棍 操作上沒有什麼難度 不過調校軚盤 都是要在中間的OLED屏幕控制 在香港石澳這些路 一出來發覺這輛車的體積很大 相信一般的室內停車場 拍位都會比較困難 不過這款車大部份都是老闆買司機駕駛 所以拍車都是司機的問題 很多老闆可能都不會拍車在所謂的地獄式停車場 這輛車的性能已經超級了 基本上它是雙order 612匹馬力 扭力有693Nm 所以一觸碰油門 這輛車有充足的力量 我覺得它的感覺都頗像盧斯萊斯 好像一副很順利的V12引擎一樣推進 009跟其他同級豪華MPV最不同 就是它有一個Air Suspension 這輛就應用了最新的Cool Chamber 即是雙腔的空氣懸掛系統 整輛車走起來有一個摩尖的感受 好像路斯萊斯一樣 但我覺得在舒適的時候 懸掛會浮一點的車 雖然坐可能舒適 但我覺得駕駛起來好像入彎的信心不太強 好 現在就試試運動模式 運動模式第一個感覺就是軚盤重了些 油門反應亦敏感了很多 一加速我覺得它的表現更強 不過也是很Smooth 好像一台V12NA人擎一樣 Sport模式懸掛反應我覺得是最理想的 即使是坐來講 傾側度減少了很多 現在聽到軚盤開始響 但整輛車的Grip很強很穩定 整輛車的動態都沒有動過 你見我現在下雨 路很濕 但它有四驅和Torque Vectoring 所以這輛車很肯入彎很靈活 跟其他同級電動或大型的汽油SUV 感覺是很不同的 這輛車的重心是很低的 整輛車的馬步很穩 另外值得一提就是這輛車的重量有3噸 差不多是2900多個KG 其實在香港來說 山頂或有些南區的道路 3噸的車是不能夠使用的 所以這一點也是用家也要注意 在Sport模式控制的左右傾側很好 還有撫養是完全平穩的 整個車廂 吉利集團有三部車很相似 就是Poster 3、蓮花的Elector 以及這輛Sica 009 這三部車其實是用相同的平台 以及相同的馬達和空氣懸掛 所以這三部車的基本基礎的性格很相似 不過這部車很明顯是調校更加舒適 隔音更加寧靜 始終這輛是一輛高級的七人車 作為司機這輛車的駕駛感都不錯 很舒適、很輕鬆 還有其實它有很多功能 前座已經有冷暖透氣、按摩 面前有一個很大型的Head-up Display 好 現在來到大浪灣 我想試試這輛車拍入一個Build 位置 想看看這輛車究竟有多大 這輛車有自動泊車系統 這輛車有四個位置給我選擇 其實我可以拍第三個位置 如果選擇好之後便可以開始拍車 便可以鬆開 所有東西它自己拍 完全不需要控制 它完全是離開 腳可以離開所有腳掣 手離開軚盤 你看它剛才移動了一跌前方 現在一直倒進去Build 位置 速度也不算太慢 對 這樣便拍好了 對 現在我們便拍到Build 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這輛車 這輛車剛剛適合了一個Build 位置 沒有突出 但車尾都要騎一點曲 如果你不想車尾騎著曲 便可能要移動前一點 其實這輛車也不算十分巨型 即是在一般標準的錶位裏面 都可以剛剛好拍得到 這輛360 鏡頭 另外還有一個地下透視功能 現在看到這輛車前面剛剛碰著線 這輛2009 其實我自己覺得 都不需要賣75萬5千元便宜 這輛車基本上是100萬的貨色 我猜這輛車會令到很多同級的對手 都有點尷尬 我覺得吉里集團很多車 都要像不計成本般開發 尤其是極黑這個品牌 即是之前的極黑X 這輛2009 都要像不計成本 去造一輛車出來做到最好 但價錢賣得很便宜 最尷尬是什麼呢 我猜就是那輛富豪的EM90 因為那輛車基本上跟這輛車一樣 這輛車的價錢會令到那輛車顯得更尷尬 就像資格中不�십 雷東 出塑 出塑 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